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聯報網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聽今天快樂聊時事節目時間 我是朱麒麟 張曉博 剛剛發現一個非常 Surprise 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這個 臉書的直播 我們這個臉書 我們在臉書上面有直播 通常這個直播應該是我開始說 歡迎各位聽眾朋友 大家好 通常是說這句話之後開始直播就對了 結果呢 剛才發現一個bug 你知道嗎 這個bug就是 我們快樂的這個 我們快樂的官方網站 我們的官方網站好像是從六點就會開始直播 所以剛剛我有朋友呢 傳了一個訊息給我 因為剛才有公格 然後 因為如果我們這樣六點到六點十五分 有廣告的話 通常直播畫面是六點十五分廣告後才會送出 然後我朋友就剛剛傳了一個訊息給我 他說 你知道現在也有直播出來嗎 我就想說 哪有可憐 我來去找找找 結果 結果快樂 沒有在臉書啦 快樂在這個官方網站上面是有直播的 還好我剛剛六點到六點十五分的時候 沒有在裡面做什麼奇怪的動作 真的是太可怕了 這個 這個世界 好險 好來 我們今天一樣有 這個 很多的 很多的這個新聞要跟大家分享 當然今天主要的這個地方是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CPTPP CPTPP 聽到這個名字很多觀眾朋友就會開始 想要把這個電台給關掉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很複雜 CPTPP它的專名叫做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聽起來就 聽起來就 非常的複雜有沒有 他說原本的名稱叫做什麼 原本是TPP 原本是TPP 是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最初是由亞太經濟合作 亞太經合會的成員發起的 從2002年開始醞釀的一組 多邊關係的自由貿易協定 這個貿易協定 它的目的當然是促成亞太地區的貿易自由化 包含說貨品的流通 服務的流通等等的 那 這個呢 呃 基本上 之前 美國已經退出這個TPP了 但是呢 因為這個TPP後來又改組成CPTPP 那裡面的成員包含說 這個簽署者有11個成員國 那還有 陸陸續續有慢慢有其他的人在 在這個想要申請加入 那包含說我們最大的對手 中國 那也有包含什麼呢 包含 這個我們自己 台灣 我們也是想要來申請加入這個CPTPP就對了 那 這個 呃 這個 它的整個脈絡 因為這故事有點複雜 我盡可能的用一個比較大家 比較好理解的方式來跟大家講 其實是昨天啊 昨天就傳出說台灣呢 已經在下午 昨天22號下午的時候 我們已經遞建申請加入這個所謂的CPTPP 那 當然今天啊 我們這個 呃 行政院 經濟部長王美花呢 就率團隊出來 那也跟大家來說明說 欸這個CPTPP 到底 我們台灣加入的這個狀況是怎麼樣 那 他說呢 這個加入後呢 會受比較大衝擊的產業 包含說石化 紡織 金屬 以及服務業 那但是呢 他當然會持續跟產業界來溝通 然後在疫情的因素下呢 更新一些數據 在對外發布 因為其實齁 這個狀況是這樣 就是說 台灣在疫情之前 其實我們本來一直長期都有在準備 這個所謂的CPTPP 齁 那當然 我們剛剛剛開始在準備CPTPP的時候 台日跟台美的關係 還不像現在這樣子非常的緊密 那時候我們在準備的時候 基本 日本 日本啊 日本那時候就是安倍的年代 但是說比較倍的那時候 日本連這個國防白皮書都還沒有把台灣放進去 那也不會 也沒有現在所謂的這種日本 隨便一個什麼國防大臣啊 然後這個副首相首相啊 一講到台灣就會說 台灣有事 日本不能做事 不管 當時的關係還沒有這麼的緊密 那現在呢 這個日本 現在是CPTPP所謂的這個輪子國 他們是用輪的啦 那剛好這一年 現在這個年度是由日本主導 那這個 目前呢 有意 有意加入的人呢 必須要通知他的這個 CPTPP協議文本的存放國 也就是紐西蘭 那我們呢 台灣呢 已經到了紐西蘭的這個代表 已經到紐西蘭 我們駐紐西蘭代表正式呢 提出我們要加入CPTPP的這個 談判 那他們會 選定時間 然後來跟台灣來進行談判 那有些人就想說 欸為什麼是談判 其實這個很簡單 就是說 呃 台灣自己有我們自己的貨品嘛 你也要賣的 你也要讓別人保護 你也要讓別人進來的 那我們講說所謂的國內保護 就是說 比如說 我們台灣自己買的東西 國外也有 那國外引進到台灣的時候 是否會衝擊我們台灣自己內部 本土的這個產業 這個要去評估 那再來 所有國家的貿易模式都是一樣 大家都會想要把自己的強勢產品 輸出到國外去 那因為有一些產品他們其實也會 但是你輸出到國外的時候 然後勢必國外要不要開放 讓你的產品進到他的國家 這個就他們自己內部 必須要去做一個 一個這個選擇 自己要去做一個評估就對了 那所以說在這種 呃 貿易的協定 我們講說自由化 聽起來啦 自由聽起來是一個非常美好 非常夢幻的一個正面的詞 可是其實 貿易的自由化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 國家跟國家之間 我們原本有所謂的這個關稅的壁壘 來保護我們本土的一個產業 好我舉一個例子 比方說 中國的鋼鐵 要賣到美國去 好聽起來就是 喔就是一個自由貿易嘛 中國的鋼鐵賣到美國去 但你覺得誰會跳腳 其實就是在美國做鋼鐵的人 為什麼 因為對他們來說 中國的鋼鐵到美國之後 因為相對中國的生產的身份 比較低 所以他的東西可以賣到美國去 對美國裡面來 對美國裡面的公司來說 第一 他起公司 起這個鋼鐵在生產鋼鐵的時候 他是不是要有環境的身份 所以他要納稅金嘛 對不對 他的鋼鋼是不是相對比較貴 因為對中國跟美國的鋼鋼來說 美國的鋼鋼的鋼錢 比較貴嘛 所以他的族風絕對他的身份比較高 在這個狀況之下 他生產出來的東西 他就不可能賣你比較小的錢 因為一分錢一分貨 一分錢一分貨 資本家不幹沒有利潤的事情 所以你不可能奢望資本家自己調整 調降他的價錢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講說自由化自由化自由化 其實某個程度上 中國比較便宜的鋼鐵 如果要賣到美國去 那當然他就會因為這樣去衝擊到美國原有的鋼鐵市場 所以呢為了要保 那但是問題是中國跟美國不能永遠都不做生意 所以呢這個時候我們就會使用所謂的關稅 用客關稅的方式 來達到某個程度的平衡 意思就是說 你中國的鋼鐵要賣來美國 當然你會賣比較小 但是呢我會給你 我會給你抽稅 給你的身份優管 優管之後呢你的鋼鐵就必須賣比較貴 那不然你賣賣嘛 這樣變成你的鋼鐵其實價值在美國的時候 跟美國的鋼鐵差不多的時候 我你美國自己的主持人家 我自己的老闆工場 工場這樣的地方 他們就不會挑起來嘛 他們就會賣爽就對了 所以 這種所謂的貿易自由化基本上 他是為了要去降低彼此之間 在某些產業上 某些企業上的這種的貿易的關稅的壁雷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台灣如果可以加在這個所謂的CPTPP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 在一個班級裡面 我們把它想像地球村嘛 我們想像是一個村莊好了 你如果看那個角頭的電影有沒有 我當中的啦 我後面家的有沒有 其實就是在U角頭啦 就是在拉幫結派啦 那台灣現在我們講白了 雖然說我們還有一些比較大型的組織 但是在區域上的話 我們確實非常的需要去加入所謂的這個CPTPP 意思是什麼意思是說 我們必須要在這個亞太地區 在這個亞太地區 跟周邊的國家透過這種關稅降低 或者是零關稅這種貿易互惠的方式 有更多的合作 因為你知道嗎 因為如果說一個村莊裡面 大家都沒有幫派 沒有派系 沒有背景 那都相安無事 可是當一旦開始在拉幫派拉背景的時候 你不加入 除非你真的是底子夠硬 我們國家就是生產亞德曼金屬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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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威裡面的 那個金剛狼的爪子那種金屬 我們就生產這種東西 或者是說 你生產這個瓦甘達裡面什麼什麼 你有生產這些東西 那全世界一定要向你買 沒有你會死 那你可能就不需要加入任何的幫派 你不得罪 好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就勢必要去找一個幫派去加入 為什麼 因為 你這樣 因為你這樣子 你才不會被世界排擠 你才能夠變成變形工 你可以去加入世界的這個 體系 加入世界的組織 就很像我們去加入什麼 WHO WHA 等等的 好 是 是這個一樣的 一樣的這個道理 好 那 所以呢 這個經濟部長王美花呢 今天就表示 他說其實 近期呢 這個 各界 各界呢 都有很多要加入這個CPTPP的這個聲音 所以因此呢 我們現在 好去提說我們要加入 反而是最好的時機 那 當然 他說 因為我們其實 我剛剛還沒有講完 就是我們前面有講到 我們台灣要準備加入這個CPTPP的時尊 剛好是什麼 剛好是疫情 還沒開始進行 然後這個武漢批養也不是 還沒開始進行 但是呢 因為你現在 你要加入 因為我們是要去當場嘛 我們是加入前要跟他談判 所以我們當然 勢必要以我國產業現有的競爭優勢 我們的劣勢 我們需要 我們希望每年達到多少的貿易額 我們需要降低多少的關稅等等的 這些 所有的資料都要傳遍遍遍了 我們去向這個國家這個幫派 我們去向這個幫派 跟他談判嘛對不對 但是因為現在加了一個疫情了喔 你知道 政府喔 來鼓勵這些統計的手禮啦 快就是 一劑啦 一劑 一年四劑吧 一劑再算 啊 慢一點的可能就是以年再算 但是因為呢 那這個武漢肺炎的衝擊 說真的 台灣在第一年的時候衝擊不大 我們是全世界衝擊最小的 民主國家 但問題是 在今年的5月到8月的時候 狀況又比較不一樣 好那加上又有新型的變種病毒等等的 所以 其實呢 我們就必須要去準備 更多的資料 來去申請加入這個組織 因為我們的資料都是股的啦 然後你沒有 你不可能拿 台灣在完全毫無疫情的狀況之下的資料 跟他們說我們要加入 因為現在是 全世界的這個疫情的期間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要去跟他們談的話 我們勢必要準備更新更多的數據 那包含說什麼呢 包含說你要去談 你會哪些產業會衝擊 像剛剛這個王美化部長講的嘛 他說 我們陸前 有可能會受到衝擊較大的產業 是石化業 紡織業 跟這個 金屬業 以及 這個服務業 那當然因為石化 石化跟紡織是息息相關的 因為原物料的關係 所以基本上石化業受到衝擊 紡織業一定也會受到衝擊 那 他們談完之後回來要跟台灣國內的這個廠商 要講說 哪個行業會受到衝擊什麼的 其實他們也需要洗乾啦 所以其實現在呢 雖然說 我們確實某個程度上在現在 已經申請要加入了 但是 其實 這個 中間的影響評估 然後 然後 這個談判的狀況等等什麼的 其實 都還需要一些 一些這個時間 都還需要一些這個時間來 來 來 讓他發酵 然後來 讓大家知道 那但是呢 其實 也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我們一般 我說真的啦 我說真的啦 我們現在 一般的老百姓 其實對於加入CPTPP的這個感覺 其實沒有這麼的強烈 相對來講比較遠 其實反而是真的在做貿易的 包含說我們的資本家 我們的企業 他可能會相對的比較 有感覺 因為尤其是在 這種 進出口的貿易的數字上 可能會比較有感覺 那但是呢 這個 其實日本 因為 現在CPTPP的這個輪值國家是日本嘛 所以 台灣申請加入之後呢 也有非常多的日本的媒體 包含說這個 我們很常聽到的 NHK 日本放送協會 那 日本經濟新聞 等等的主流媒體 其實都有來關注 而且呢 他們的報導呢 都集中在什麼 集中在中國的態度 以及兩岸之間的這個對抗 那NHK就寫什麼呢 NHK就指說啊 這個 加入CPTPP呢 需要獲得所有成員國的同意 在美中 在台灣跟中國 互相角力的這個情況之下 包含日本在內的成員國 可能就會面臨到一個難題 什麼難題呢 因為 你今天啦 你今天 你讓台灣加入 中國會不會不爽 會 你不讓台灣加入 美國會不會不爽 也會 好那你到底要不要讓台灣加入 這個這個東西就會變成是一個 尷尬的一個處境 就像我們 大家知道我們加入CPTPP 我們不是用台灣的名義 我們是用台澎金馬關稅 這個什麼 自由關稅貿易區 我們是用這樣子的一個名義去加入這個CPTPP 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是用 國家的這個名義去加入CPTPP 那當然這個其實某個程度上也是因為 因為世界上不承認中華民國 好簡單講就是他們世界國家沒有 沒有辦法承認另外一個自稱中國的中華民國 所以他們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我們沒辦法用中華民國的名義 但因為 台灣也沒有建國 所以世界上也沒有一個國家叫做台灣 所以你也沒辦法用台灣的名義去加入這種所謂的世界組織 所以 你只能沿用之前加入的方式 就是用這個台澎金馬自由關稅貿易區 好用這個 用用這個 用這種 很很像那種 怎麼講 很像 呃 那種 海上的那種流動 你知道去那個泰國或去日本 他們會有那種 他們會有那種觀光船嘛 就是那種河流有觀光河啊 然後 你坐船在那邊觀光的時候 路邊不是會有一些船隻 他們有賣 上面有賣Oren啊 有賣一些吃的喝的 然後有賣一些青菜還什麼那種 泰國很多 台灣就很像那種 路邊的那種 船隻 你知道嗎 就世界的觀光船 就 就是大國在世界上都有各自的地盤 然後台灣就很像那種 旁邊的觀光船這樣 人家也不承認你叫中華民國 人家也不承認你叫台灣 好啊 你要加入組織 喔可以啊 不然你叫台澎金馬自由貿易區 什麼自由貿易區這樣 就 就是一個很很很尷尬的一個名詞 那 獨賣新聞也報導 他說啊 台灣跟中國呢 今後會針對 CPTPP一次展開的工坊 可能會 加劇 不太可能 早日加入 不太可 不太可能早日加入CPTPP的中國 為了防止 台灣加入 恐怕會加強 對CPTPP 其他成員國的外交公司 然後呢 日本的這個經濟新聞也分析喔 他說台灣啊 早就有意加入CPTPP 但是呢 而且也已經在台面下 跟各個成員國都進行交涉 但是呢 因為中國突然在16號的時候 宣布要加入CPTPP 打亂了台灣整個的布局 那 那 尤其呢 是在美國退出之後呢 台灣現在缺乏強力的後援 然後 所以獨賣是 這個 獨賣 sorry 日本經濟新聞 它是用一個比較 不看好的角度 來 這個 報導這個新聞 那產經新聞呢 產經新聞怎麼說呢 他說啊 這個 中國 如果先加入的話呢 他很有可能會阻止台灣加入 台灣正式申請呢 可視為對抗中國 那 朝日新聞呢 也有講 他說啊 台灣否認 這個時候申請CPTPP 跟中國的動向有關 是考量台灣企業的利益 那 也提到呢 台灣從311後 禁止輔導無限的日本 這個食品進口 成為協助 爭取 成為 爭取日本協助的一個 這個障礙啊 好 什麼意思 其實這個就回到了另外一個很尷尬的這個重點 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自己CPTPP嘛 他最主要 最主要現在領導的這個輪值國家是日本 那我們 要加入4B 我們要去爭取裡面一個最主要國家的 支持 但是問題是呢 對日本來講 我跟大家講 國與國之間在談判的時候 沒有在考慮什麼兄弟情依殺殺毀的 沒有在考慮這些東西啦 基本上就是Business by business 在商言商 對日本來講 要幫助你台灣 好啊 可以啊 但是我們福島有限制 讓我們日本的食品 要告訴你 不告訴你台灣 你不讓我買過 你不讓我買過去呢 那你 等於就是說 你今天不買我日本的帳 可是你又想要在外交的 這些事務上 需要日本的幫忙 那你覺得日本會做什麼事情 你懂我意思嗎 就今天 我們兩國有這麼明確的貿易壁壘 貿易障礙 那你台灣又不開放 而且你不開放的原因又不是基於科學 因為歐盟也開放了 美國接下來也要開放了 你不開放的原因 不是基於科學 只是基於說台灣島內很多的 這種被國民黨造謠 然後被國民黨洗腦的人 他們覺得說 哦這個福島的食品有問題 如果經過科學的檢驗 能吃的東西 可是台灣 基於很多各式各樣不同的理由 不讓他進來台灣的話 你覺得日本他為什麼要在外交上幫你 好 所以現在這個有點尷尬就是說 這個有沒有可能成為之後的這個 這個 這個工防的一個重點 因為啊 這個立法委員鄭運鵬呢 今天就表示 他說 之前的這個 CPTPP已經從美國主導 變成現在是日本主導了 那他認為呢 這個日本是一個重視承諾 以及信用的國家 從奧運延期一年 扛下財務損失 疫情失控 日本人民的責難 他也必須要義無反顧的舉辦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日本是一個非常重視承諾的國家 那 他表示呢 全世界都可以想像 日本對於福島核災長達10年的復原 以及振興 絕對 不會是時間過了就算了 也不會是國內自己做農業補貼就算了 那福島周邊食品議題呢 是科學問題 也是國內政治問題 也是 影響台灣加入CPTPP 能夠讓我們的產業受惠成長的問題 而未來這一段時間呢 將會是台灣回到國際舞台的關鍵時刻 但是呢 在野黨一定會比照美豬的這個問題 群起圍攻 那他也直接預告了 他說呢 這個是在野黨 這個是執政黨應該要承擔的執政成本 如果因此無法加入CPTPP 台灣失去的會更大更遠 那未來呢 希望國人有更加成熟的這個考慮 其實當初 美豬要進來的時候 我們 我們台灣基進其實就發一個請兵 我們那時候就說 我們那時候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台美或台日 本來就應該要加快 那 當然很不幸因為我們人為年輕 一個小黨 一個立法委員而已 當然台灣你看 從美豬要進來到現在 我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 當然中間有疫情 所以美豬比較少被討論 但是我們年底還是要進行 這個 美豬的這個公投吧 那一樣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台灣花了一年的時間 在這個理論上應該是科學的問題上 去討論大家的 Kimoji 然後討論這個 在野黨所編造出來的這些假議題 什麼 什麼來 什麼他們找那個蘇偉塑嗎 然後說什麼 萊克多巴胺會透過空氣傳播啊 然後什麼 他的這個讀數比搖頭晚還要讀好幾倍啊 什麼的 就是類似這種假議題 那我們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在這些假議題上面的時候 你看 你 現在拉回去時間之後來看 我們這一年多的過程裡面 就因為為了要回應這些假議題 所以我們耽誤了多少 加入更多國際組織 爭取更多國際友邦支持的時間 好 我們都在浪費時間做其他 完全沒有意義的事情 那真正對台灣有幫助的事情 我們就一拖再拖 然後呢 時間拉長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有一些人跳出來說 啊 政府就沒有國際官啊 然後被國際拋棄啊 然後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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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國際潮流啊 什麼什麼的 可是你仔細回想 當政府要真的要跟著國際潮流要走的時候 台灣的內部有多少的人 完全無視於 整個國際的遊戲規則跟國際的潮流 然後在那邊跳針 然後 把科學問題變成政治的問題 就很可惜啦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真的很可惜 你看現在要 要加入CPTPP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啦 國民黨又發聲明了啦 好國民黨又發聲明了 他發了什麼聲明呢 我們待會廣告之後回來 好我們來跟聽眾朋友 來進一步的來分析 我們終於要申請 我們終於申請加入CPTPP 但是呢 國民黨 又發出了一個聲明說 他說這個蔡政府是急救張啦 你看 哪裡急救張 一年半以前就應該要申請的東西 我們拖了一年半 然後國民黨還要罵急救張 是哪裡急救 哪裡急 我覺得都已經拖太慢太慢了 來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聽一首輕鬆的音樂 喝一杯咖啡 品嘗高雄在地美食 騎乘U-Bike 逛逛高雄在地風景 利用高雄市公車 高雄捷運 輕軌 暢遊高雄 體驗在地人文風情 到高雄遊玩 輕鬆又有趣 搭乘高雄便利的大眾交通工具 跟著我們 放遊大高雄 欸 抱歉 抱歉 我遲到了 讓你們等我真的非常不好意思 欸 雪莉 你是怎麼來的啊 你不是一向很守時的嗎 哎呦 失色啦 我想說會下雨就開車出門啊 誰知道路上車很多 到了光是找停車位就花了我好多時間哦 欸 話說 你們下班都沒有遇到塞車嗎 雪莉 你應該學我跟小桃一樣 搭捷運來會比較快哦 我也是快下班的時候 姐夫跟我說會塞車 我才跟他一起坐捷運過來的 搭大眾運輸工具真的很方便 也很省時間耶 重點是不用擔心塞車 或是找停車位的問題 嗯 不過現在還是要注重防疫吧 當然囉 其實台灣是疫情相對安全的國家 我們只要戴好口罩 勤洗手 保持好安全的社交距離 如果要外出旅遊或是聚餐 我想應該都是沒有問題的吧 餐廳的內用也都很符合政府規定有用隔板 這樣就可以安心用餐了啦 啊 這樣子也是啦 欸 對了 欸 我先去洗手間一下 嗯 就幫我點海鮮義大利麵吧 OK 沒有問題 放遊 大高雄 輕鬆 樂無窮 以上廣告由交通部 檔案會 以及高雄市政府新聞局提供 快樂台灣 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歡迎回來快樂聊十四這部時間 我是朱祺林 張小柏 今天看到一個很有趣 這個罷免發動這個 應該說現在在罷免陳柏惟的那個嚴寬恆 台中的前立委 他在黃偉翰的節目被問到說 為什麼你要出來當志工的時候 他說啊 因為四萬多名的鄉親感動了我 哦 嘖 奇怪耶 你以前做立委 沒什麼在上班的時候 你怎麼會不會想說 四萬多名的鄉親在背後看著你 或 四萬多名鄉親希望你 就是 能夠多多的去立法院上班 啊 現在 現在因為選輸了 要出來做出來無法免 哦 啊 這真的真有趣啦 啊 出來做法免的時候 才在那講鄉親啦 以前做立委的時候 啊 新中都沒有鄉親 哦 啊 上班啦 沒這順的沒這順啦 沒搞的沒搞啦 啊 現在 沒在做立委之後 鄉親鄉親 三不五時都把鄉親掛在嘴邊 哦 我都不知道說 就是 到底這個 這個人的邏輯是 是發生什麼回事 來 行政院今天呢 宣布 以這個 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 這個名義啦 申請加入CPTPP 你不覺得聽到這邊就很蠢嗎 就是 大家都很喜歡講 哦 我的 我來自台灣 我的國家叫中華民國 啊 不然就中華民國台灣 然後呢 我們要申請CPTPP的時候 我們的名字叫做 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 所以 所以現在是怎樣 所以現在是 現在是說 我來自台灣 我的國家是中華民國 我在外面人家都叫我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這樣嗎 我覺得 當然這個是國際現實啊 我們 我們 就現階段就只能用這種名義出去 出去 跟人家 跟人家交朋友啊 不過我覺得這個很可憐啊 你看 我們在口罩 以疫苗 在防疫 全世界都叫我們台灣 甚至說我們到日本奧運的時候 人家也是叫我們台灣 結果實際上就是這麼的不堪 我們要加入一個以日本為主 的這個區域貿易協定 結果我們的名字叫做 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 好 OK喔 fine 然後呢 國民黨就說什麼呢 國民黨說啊 這 你知道國民黨就是一個完全沒有幫忙 一直扯後腿的長黨 他說 CPTPP呢 是高標準的區域經貿合作 蔡政府執政五年來呢 對於台灣參與區域多邊安排 只聞樓梯響 不聞人下來 也沒有審慎的全面評估跟社會溝通 現在突然宣布要加入CPTPP 各中蹊蹺 必須攤在陽光下 接受 各界的這個 這個檢驗 然後呢 他說啊 民進黨申請的腳步太慢 很有可能是破於中共當局 先聲奪人的壓力之下 被動反應 那 他說呢 所以呢 省慎評估可再說 充分溝通慢半拍 現在就是在配平就對了 OK 然後呢 他說什麼 他說啊 國民黨希望民進黨正視台灣的現實 他說呢 他說我們用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的名字 加入CPTPP 表示呢 這個民進黨抗中多年 卻繞不過兩岸 兩岸的政治障礙 因此 切莫在雙標 自己可以使用Chinese Taipei 可以使用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 但是呢 國民黨執政使用這些名詞的時候 卻被貼上矮化台灣主權這種奇怪惡意的政治標籤 其實我覺得國民黨到現在還是沒有搞清楚狀況 國民黨是非常的喜歡使用這些所謂的什麼什麼Chinese Taipei啊什麼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 那 你是真的想要使用台灣的名字 人民進黨抒擁的時候 人家就會覺得說 沒辦法 現實是這樣 但是我們盡量在盡處啊 不是這樣嗎 對不對 至少 你看國民黨為什麼會 在今年的這個雙十國慶的時候跳起來 因為他們認為 中華民國的元素消失了 只剩下台灣嘛 我們不是用Taiwan National嗎 用Taiwan National 台灣國家日啊 Taiwan National Day啊 沒有在使用什麼 Chinese Republic of China 這些莫名其妙的元素啊 這就是國民黨完全 可能他們一世人 可能後世人也學不到的東西 那 所以 所以 你就看到這些東西 你就會覺得很好笑啦 就是 連 現在的狀況 我跟大家講很簡單 民進黨可能不能講啦 但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可以講沒有差啦 我感覺是這個時候就是因為 就像日本的這個新聞報導的 講的一樣 中國突然 在18號的時候 宣佈要加入CPTPP 那對台灣來講 我們真的是 被逼得措手不及啦 這有點措手不及啦 不然沒道理 會 不然就是我們 有兩種可能啊 一個是中國講說 他要加入之後 台灣被迫在幾天之後出手 申請加入 好 必須要回應嘛 那第二個部分是 台灣原本就預計在今天宣布 只是中國 提早知道 有人泄密 中國提早知道 所以他故意在我們之前 講說他也要加入 有這兩種可能 好 但 我 我自己是覺得 兩可能性都蠻高的 但絕對不會是說什麼 我們按照我們既定的安排 什麼什麼的啦 好 我們就算按照既定的安排 那現在看起來也是被中國攔虎了 那好 那不管怎麼樣 你作為台灣的財政黨 我說比較白的就是 你現在不是應該要出來 去幫台灣擋住來自中國的壓力嗎 對吧 那結果 國民黨在做什麼 國民黨現在在否定自己內部說 啊我都沒有跟民眾溝通啊 然後那個 呃這個 申請加入這個過 欸這個超之過急啊什麼的 但他說這個是急救張啊 這哪裡急救張我真的不懂 我們準備這個準備了非常非常的久 我都覺得太慢了 到底哪裡 到底是哪裡急救張 其實 其實喔 你國民黨會說什麼急救張 我說真的啦 其實就是什麼 其實就是你嫌不夠 不夠慢 你就希望台灣越慢越好 越慢加入這些國際組織 越慢跟國際扯上關係 越慢跟國際交朋友 其實這就是國民黨的目的啦 你愛就是這而已 我也不知道 不然 講白了 美豬進台灣 對台美關係是不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 你要講 搞清楚呢 台灣到現在沒有放 還在弄這個美國的美豬 美國連他們的豬能不能賣到台灣 都不知道 他就已經在給台灣疫苗 他還通過了一堆對台灣好的法案 那是我們要感謝 我們台灣人 我們要感謝我們運氣很好 我們台灣剛好在天時地利人和之下 我們可以拿到美國各式各樣的好處 而且還不用 去表達我們對他的 這些 他還不用叫我們要率先輸成 有的人是說你要拿他好處可以啊 先剁兩隻手指頭表達中成 你知道 台灣還不用 你看明年 我們還有這個公投 公投還有可能萊豬被否決 對吧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應該要去思考的是說 我們在這個位置之下 我們可以做多少的事情 那不是像國民黨講的這樣子 我看這個很陷的啦 那當然這個國民黨現在很主席的這個問題 也不是第一例啦 現在國民黨這個黨主席的選議 其實就是有點像我剛剛講的一樣 就是他完全沒有 活在台灣現在的這個時間軸內 都在做其他的事情 你知道國民黨今天的主席選舉 這邊 弄個題外話來插播啦 已經選到什麼狀況 有沒有印象上個禮拜的時候 江啟臣買了一篇廣告 講說什麼 再講發大財 九二共識發大財 貨出去發大財 再學韓國語 那為什麼那時候江啟臣要做這件事情 我在這個Coco節的節目上有講 其實他就是要輸 韓粉的票啦 所以他必須要來 像 表達出他跟韓國語有多麼的親近 那這個不打緊 連朱立倫現在 應該說 朱立倫最近呢也是 平平的跟高雄市 韓國語的這個成員同台 包含前高雄市的副市長 陳雄文 聽到這個名字我就突然 喔喔喔喔喔又是他 那個時候是誰 陳雄文就是那時候 我們罷免韓國語的時候 以 堅任高雄市選委會主委啦 那個時候不斷的被我們去抨擊說他怎麼樣 選舉不公啦 因為你是去用白面的人 結果你竟然做選委會的主委 這個不免紀錶嘛 這個陳雄文呢 最近行這個朱立倫同台啦 那朱立倫呢 他也有講說韓國語這個 有跟韓國語這個怎麼講 有聯絡啦 然後呢 江幾層也馬上跳出來講說 喔我跟韓國語呢 也有用LINE保持通話 用LINE這個怎麼樣怎麼樣 反正其實 這個弄到最後就會變成說 大家都在用各種各式各樣的方式 去怎麼樣 去告訴外界說 欸 韓國語聽我啦 韓國語聽我啦 所以韓粉要投票投給我 可悲啊 可憐啊 然後 這個 這個 江幾層 江幾層看到朱立倫跟陳雄文同台之後呢 他也站出來講 他說 哎呀 我的團隊裡面呢 也有韓團隊的朋友啊 說誰 其實就是說鄭兆欣 他其實就是在講前新聞 前高雄市的新聞局長鄭兆欣 因為其實 這個鄭兆欣真的蠻倒楣的 就是他已經 沒有在高雄市當新聞局局長了 他當時會來 其實講白也是因為江幾層接班之後 把自己人派到韓國語身邊去幫忙 幫忙反罷韓 那現在呢 他都已經沒有在高雄市當新聞局長了 但是很多跟韓國語有關的新聞 他還是必須要出來回應 我 我每次想到這個我就覺得很好笑 其實他真的 我在看啦 我覺得他真的不是韓國語的人啦 但是他是江幾層的人啦 但是現在跟韓國語有關那個東西 他都要出來回應 我就覺得很好笑 所以你看郭敏東的這個選舉 就變成 今天是禮拜四嘛 你看選舉前三天了 選舉前三天 然後 明天就是選前之夜 禮拜六就投票了 然後 現在已經到了這個關鍵時刻的時候 你看大家都不演了 什麼什麼國民黨要改革 要青壯派要有新氣象 國民黨路線什麼都沒有 這些都不重要 重點就是 就是選前的時候 所有的人都回歸到 爭取韓粉的支持 這就是國民黨很愛的一個地方 好 OK 我們今天節目 時間其實也差不多了 我們也很感謝 聽眾朋友的這個收聽 那明天晚上六點的同一時間 一樣有我們的子余 來跟我們快樂聯報網 跟大家來分析 台灣的一些政治的大小事 我是張曉波 很感謝大家的收聽 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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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